这是距离中国天眼最近的一处巨型天坑 俯瞰全貌宛若骷髅眼窝 故而得名鬼眼天坑落魂洞 其垂直深度超过400米 传言天坑底部还有巨蟒盘踞 与世隔绝的植被演化出了无数奇花异草 当利用绳索极限下降400米 想不到其物种的多样性远远超过我们的认知 跟随我的镜头看过来看看你能认识多少植物了 掉了几个人下去 我们这里可以多了 多呀 掉下去的多呀 这个落魂天坑据说古往今来有无数森林 从天坑周边坠落下去 最后落到一个尸骨无存的下场 这是我见过唯一一个不恐高的狗子 长期居住在天坑边边上的不恐高 旁边不能丢石头 你丢个石头它立马就下去了 这个下面看着是深不见底 所以今天我们一行四人带了500多米的绳索 准备探底这个天坑 因为我们用无人机看到天坑下面有梭楼树的存在 我们在这里找到了一根非常粗的松树 在这里作为原始锚点 富尔小帐猛正在进行开线作业 这时候是赶驴子上墨 箭在悬上不得不发了 380米的大悬空 我们期待它的表演 稍等一下我拍个照片 继续前进 先锋小帐猛传载消息100米的绳索已经用完了 这时候富尔向阳再送另外一个100米 200米的绳索已经用完 现在我和孟少杰携带150米的绳索准备下降 通过连续70米的绳索我们现在来到了悬崖边上 下面是一根芽白 非常大的一株 现在富尔向阳和小帐猛已经降下去了 已经看不到他们人了 可以看到那里真的发现了传说中的梭楼树 从这里看过去不知道到底是梭楼树还是芭蕉树 这下面奇花异草无树 我真的还是第一次见 它长得有点像那个石橄榄的 上面一颗珠子 一皮叶子 这跟它三叉白积还是有点区别 我不能确定它是不是白积 这里有一株 看这颗仓劲有力的芽白 它的直径可能有40多公分 就盘踞在这个悬崖峭壁之上 现在我们的先锋 户外小帐猛还正在开线 这下面感觉会有东西 今天应该是不需此行 感觉十分像那个三叉白积 因为它是每一个珠珠上面 长的一皮叶子 有没有懂的朋友 队友在排险 一个石头落地 整个天坑都是轰轰隆隆的声音 看到一根芽白 上面有一个孔 这个里面会不会有鸟窝 非常的漂亮 下面还很高 咱们继续下降 历经200米的一个绳匠 我们现在来到了中间的这个平台这里 现在我们要随着这个平台 继续往另一侧出发 把100米的绳索交到了户外向阳手里 他再继续向下传送 刚船来消息150米的绳子用完了 这时候呢 孟少姐也来到了中部平台 我携带绳索 准备继续下降 准备失败 果然不简单了 这里发现了颠虫楼 又叫切一只花 它虽然没有七皮叶子 但是这个是还在生长 它还没有发育成熟 它最开始一小个 它就是像新型的这样一皮叶子 然后又长成三皮叶子 最后就慢慢长就是七皮叶子 看着近在直尺的这个天坑底 实际上 下去的距离还非常远 可以看到那个远方的梭罗树 这里看到只有那么一点点 如果看这个比例的话 我这里到梭罗树 最少不下200米的高度 发现了营养货 营养货是比较多的 不算是奇花异草 但是这个 这个我就是第一次见了 这就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了 我也不认识 有没有懂得给大家介绍一下 它长得非常漂亮 这样一个飘枝下去的 叶片成这种 结枝状 搞不懂这是什么 继续下降 现在换点 这里又发现了一株特别的植物 这个是不是像棕树 但实际上不是的 这个树干就像竹子一样 这样一节一节的 我以为是跟竹子 非常特别的棕榈树 跟那个导弹树有点类似 但是它这个特别细小 继续下降 看下面还有什么惊奇的发现 十大功劳这么大的 你们见过吗 有碗口粗 天呐 这一整株都是的 这个十大功劳呢 又要侧皇庭 这个我是认识的 但这么大的还没见过 第一次见 从这里就能够一绳到底了 从这里降下来 这里是个大陡坡 密林 现在向阳就藏在那个密林当中 也不知道在干嘛 在我面前呢 出现了有这个基石藤 这个基石藤在我们老家也有啊 但是没有这么粗壮的 它也是一味重要 现在历经三百八十多米的神将 没想到还是在一个中间的平台上面 还没有真正的到底 你见过能开花的滴水观音吗 明显不是哈 这可能是一种大芋头 但是为了 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不去挖它 我们继续向下前进 走坡 一直上下去 这么大的滴水观音 这里还有它的果实 这比人还要高大几倍 这个旁边呢 不是传说中的梭螺树 这个原来是芭蕉树 是传说中的香蕉树 这是芭蕉应该 哦 那个上面不是还有吗 看 来 弄下来吃一下 来 这个前面那两个枯桩上面 哦 这是香蕉 就是香蕉 你看有没有 感觉有点香 但是太硬了 吃不了 这种没有那个的嘛 肯定是没有那个过的 所以它只是很硬里面 全是枝 这种 对 必须要转移 原始的香蕉 对 香蕉老祖 现在开路的是 户外崩烧节 这个下面的植被 特别特别的茂密 很多种我们常见的植物啊 都长得非常高大 可以说是天坑下面的迷魂档 这个天坑口像一个大大的芒果 特别香哦 这里发现了一个 特别像无花果的这个果实 感觉已经熟了 哎 不要吃不要吃 你待会闹死你 这个闹人吗 闹人 这个是啥 这个好像是野生的无花果 不敢确定 野生的无花果 但确实很像哈 有可能天坑下面的都变异了 对 生长了有好多这种形式无花果的植物 这个在野外看到了 千万不要吃 看这一株低水观音有多大 让你们大跌眼睛 这里已经1米5了 再往上走 往上走 像一条巨蛇一样 这里延伸过去有3-5米 还有这么粗 有一个非常稀有的极限连 而且是黑油黑油的颜色 在那个狗鞋上面 极限连 走 你快走 快去看一下 这个就是被当地人称为 落魂草的植物 它是属于一种蕨类植物 生长在这个天坑的下面 长得非常的怪异 就像一朵盛开的石莲花 真的是青线连 而且这个是一个幼苗 黑幼幼的 这个鸡毛口诀也是幼苗 第一次见 天空下面就是第一次见 这种很深 我们到了这里周围看了一下 在没有往上走的山坡 而我们现在是处于 落魂洞的最深处最低点 这里距离坑口的话 差不多有四五百米的高度 现在这没上升 衣服全部湿透了 这时候是凌晨一点 我们所有队友的成功伤害 在里面呢 确实是发现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些植物 还有动物 感觉非常的奇怪 这个地方一定要好好地保护起来 不见不散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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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在这里来了 油来了 你这就不下家就不干了呀 他就要收你了 看 他把我们带进去 这我们的导游 好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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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